而另一方面如何透過歲末年終 來賺大錢 賺小錢 有人說買零股不錯 又有人專門在幫人操作 只要您身上有一兩萬塊錢 透過它操作投資買零股 不只年報酬率有10% 還可以常常拿到股東會的贈品 這咖啡是哪一家 煎湖山 這哪一家 傑波 這個可以泡茶 這是圓大的 防潑碎 這件也很強 先前你可能只有一條這個 我就整理正站好的一條路 對 旁邊可能都沒辦法走 要見到零股幫幫主 張俊祥的廬山真面目 你得搬開多少箱子 殺出一條路 才能請教到他 怎麼帶著幫眾闖出一條財路 五十坪大的辦公室 股東會紀念品 能堆得滿顆滿股 來自200人一起買零股 這是中式化的 因為他會這樣子 事實上你拉上來 它是直接會亮 一張股票才能 沒有 其實一股就可以了 一股十塊 那你買這個一個要多少錢 應該要三百塊吧 不用買上一張 只要一股就能有禮物 這筆買賣很值得吧 張俊祥的PayPal 鎖定五百家上市櫃公司 揪團買零股 每個人出資兩萬塊 領了紀念品再轉賣 年報酬率高達百分之十 團員們年收入加起來破百萬 從月薪兩萬多的上班族 到七十多歲的阿嬤 都加入他的旗下 一兩千塊錢 幾百塊你都可以買一些 零股回來進來投資 那你可以了解這些上市 公司在做什麼事情 他們的未來投資的方向 或者是經營的規劃跟策略 你都可以清楚 對不對 財品用鹽降出場 其實都用得到 那你說婆媽媽適不適合 當然也適合 可以幫家裡 解少一些支出 能開源也能節流 張俊祥打出團結合作 小錢換大錢 希望大家自己加薪 不必看老闆 自己花錢 不必問老公 記者綜合報導 不知 fires 健康 報id 感谢观看